搜索中国狠人,揭秘大内幕,欢迎来到狠人传,咱们今天呢,来说发生在四川南充的一起青沙案,这几名当事人呢,都是学生,咱们呢,还是从他们中学时候说起,这当事人一共有三个,女孩儿叫柳月,两个男生,一个叫夏宇,一个叫李洪坤, 他们仨呢,都是南充市高平区某重点中学2008届的高中生,是同班同学,这柳月啊,从小长得特别甜美,性格呢,也挺好,读高中的时候啊,在学校里边,那就是出了名的校花,甭管在哪个学校,漂亮女生哪都会成为男同学的梦中女神呢, 其中,最痴迷柳月的,就是他的同学,李洪坤,李洪坤呢,出生于1990年,是嘉陵区艳家乡人,他的父亲,就在临近的乡镇机关工作,母亲呢,自己做点小买卖,是个体工商户,李洪坤呢,是家里边的独生子, 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往往啊,这种备受宠爱甚至溺爱的孩子,性格上呢,都会有一些好胜啊,偏执的情况, 从高二的时候起,这李洪坤就对柳月百般的追求,柳月啊,总想着摆脱他的纠缠,但是摆脱不了,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在一个班上课,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敷衍他,等咱们都考上大学再说吧, 报了2008年,他们仨呢,都高中毕业了,高考呢,考得都不是特别好啊,李洪坤呢,就考上了都江燕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柳月和夏宇呢,都考进了汶川县境内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 这李洪坤,一直对这柳月那是痴心以对啊,慢慢的也感动了柳月了,都上了大学了,李洪坤呢,就跟柳月谈起了恋爱,2008年5月12号,汶川发生了特大地震呢, 当然他们入学已经是9月份了,地震刚过去几个月的时间,李洪坤一来呢,刚谈起恋爱,只要见不到柳月就想, 二来呢,也时时刻刻地担心着柳月,于是经常性地利用节假日去看望女朋友,但是好景不长,刚一开始啊,还挺甜蜜,李洪坤呢,也处处忍让着柳月, 但这李洪坤毕竟在家里边从小那是当小皇帝长起来的呀,性格非常的强势,本身就很骄横的这么一个人, 时间长了,也就不再迁就女朋友柳月了。 双方呢,就经常发生口角动不动的就吵架,柳月啊,也对李洪坤失望了,慢慢的就有了要离开她的念头, 这时候,一个人走进了她的神火,谁啊?夏宇。 夏宇跟柳月,尽管也是同班同学,高中的时候就同学,到了大学又在一个学校, 但之前呢,他们交流的不多,因为夏宇啊,性格呢,很内向,到了2011年的时候,柳月突然就发现, 哎,我跟夏宇,恶恨合拍,有很多共同点。 夏宇虽然内向,但是为人,很温顺,很善良,特别耿直的这么一个人。 随着交往越来越深入,夏宇呢,人家也默默地扮演起了护花使者, 全心全意地呵护着柳月,尽管俩人没谈恋爱, 但是夏宇就是默默付出的,跟好多影视剧里边备胎那个角色差不多吧。 柳月呢,就暗中的,把李洪坤跟夏宇做了一番比较, 慢慢的,这柳月的情感天平啊,就偏向了夏宇,越来越感觉夏宇比李洪坤好。 到了2011年夏季,李洪坤专科毕业了,到了深圳的一家公司驻昆明办事处,实习去了。 云南跟四川呢,离得也不是特别远。 柳月和夏宇呢,所在的学校灾后重建,延误学习了, 所以,当时还没毕业,还在继续读书。 李洪坤从四川到了云南之后,柳月跟夏宇联系更密切了。 2011年秋天的时候,柳月和夏宇终于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到一起之后啊,又真的是小情侣那种甜甜蜜蜜的, 你爱护我,我疼惜你。 李洪坤此时此刻,也不知情,还是经常跟柳月联系。 虽然柳月对他越来越冷淡,但毕竟也没特别明确地提分手。 说实话哪怕提了分手,李洪坤也不会轻易放弃的。 2012年1月份,放了寒假了呀,夏宇跟柳月呢, 一起从汶川回到了南充高平。 1月14号,柳月呀,就给李洪坤打了一个电话, 就想着跟李洪坤彻底摊牌,明确地告诉李洪坤, 我们分手吧,我喜欢夏宇。 按说,已经把话挑明了,那好聚好散呗。 但李洪坤呢,不愿意,苦苦地哀求柳月, 希望柳月原谅他,能够重新接纳他, 但是柳月人家一口咬定,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根本就没答应。 1月17号,急不可耐的李洪坤, 从昆明回到了嘉陵区长城北路某小区自己的家里边, 回去之后啊,就一次又一次给柳月打电话发消息, 就希望约他见面,但是柳月不想再见他了,都推辞掉了。 过了这么半个多月,2月4号下午, 柳月呢,到了夏宇的家里边, 俩人是情侣了呀, 柳月跟夏宇一直玩到了晚上8点多, 夏宇送柳月回家, 俩人呢,在这回家的路上又在广场上, 溜溜答答的聊了好一会儿, 这才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到了晚上9点多, 李洪坤突然又给柳月打来电话, 柳月呢,就一直不接, 就想着断就断地彻底一点。 过了不大一会儿, 李洪坤又通过手机QQ给柳月发消息, 这消息上写的是, 我在你楼下的路口等你, 我们一起去放孔明灯吧。 柳月就回复说, 不行,只有情侣才会做这些事, 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 并且连发了好几条消息, 让李洪坤回去。 过了几分钟, 见李洪坤也没再回消息, 以为他就回去了呗, 可哪儿想到, 李洪坤直接到了柳月家门外, 咚咚咚咚咚敲门, 柳月一看, 这都追上门来了, 实在摸不开面了, 只能是给他开了门。 李洪坤拎着俩孔明灯在沙发上, 一屁股就坐下来了, 柳月呀, 也没打理他, 接着, 在手机上一个一个地打字, 李洪坤凑上去这么一看, 柳月, 原来是在QQ上跟夏宇说了, 李洪坤找他放孔明灯的事, 夏宇呢, 当时也表示反对, 确实两个人分开了, 再这么纠缠不合适了呀, 夏宇仗柳月把手机交给李洪坤, 他想跟李洪坤说几句, 柳月就让他们俩在QQ上互相加为了好友, 可见这俩人上学的时候关系也不怎么样啊, 同班同学都没QQ, 夏宇在QQ上就对李洪坤说, 洪坤, 现在柳月喜欢的是我, 请你接受现实, 不要再去打扰他了, 但李洪坤呢, 还是没完没了, 他说了, 我得跟你好好谈谈, 我希望咱俩马上见面, 夏宇也答应见面, 希望见面之后能把这事聊开了, 但夏宇说, 现在太晚了, 改在明天吧, 柳月呀, 就在李洪坤旁边一直盯着手机屏幕呢, 有什么事, 明天不可以谈吗? 这李洪坤就说, 我明天有事, 我马上去见他, 在QQ上, 跟夏宇说完之后夏宇也拗不过, 只能是同意了, 双方约定好了在夏宇所住的小区大门口见面, 这时候已经晚上十一点来钟了, 李洪坤拎着俩孔明灯, 风风火火的就走了, 柳月呀, 就担心出什么事, 通过QQ就劝夏宇, 这么晚了, 你别去见他了, 哎, 没事, 我好好劝一劝他, 免得他以后再烦你, 那好吧, 你注意安全哪, 可哪想到这一见面哪, 还真出了大事了,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在李洪坤一再要求之下, 夏宇答应跟李洪坤见面谈谈, 零点之后, 惦记着夏宇的柳月, 就开始多次拨打夏宇的电话, 但夏宇呢, 始终没借听, 随后他又给夏宇发短信, 你在哪呢, 到了十二点半之后, 夏宇才回复了几条短信, 一条写着谈不拢, 另外一条写着, 我们三个要在一起, 谈谈, 最后写着, 睡吧, 明天还有事呢, 一看回消息了柳月, 向拨打夏宇手机问问到底谈得怎么样, 但是拨打夏宇手机已经关机了, 柳月就在提心吊胆之下, 只好关机睡觉, 到了二月五号上午十点来中, 柳月刚一打开手机, 就接到了夏宇的母亲从外地打来的电话, 就说夏宇啊, 昨天晚上十一点多钟出门之后, 再也没回家, 我跟他爸都在外地打工呢, 家里就只有夏宇和他妹妹和奶奶, 你要不去我家里边帮着找找夏宇吧, 这时候柳月越来越不踏实啊, 心急如焚地赶到夏宇的家, 边走边给李洪坤打电话, 就说夏宇不在了, 问李洪坤知不知道在哪, 李洪坤就说呢, 我也不知道啊, 昨天晚上我们谈了半个小时就分开了, 我可不知道他去哪了, 柳月赶到了夏宇家的时候, 夏宇的奶奶妹妹都在家呢, 他的姑父姑妈以及表哥等人也都去了, 都挨个地给亲朋好友打电话询问夏宇的下落, 柳月也给一些同学打电话,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夏宇去哪了, 给夏宇打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上午十点半多一点的时候, 夏宇的姑父突然打通了夏宇的手机, 但是通了一下, 这电话又挂了, 大家正纳闷呢, 夏宇的手机啊, 回过来一条短信, 上边写着, 没话费了, 啥事, 柳月呢, 这时候也接到了夏宇的短信, 上面写着, 下午回来, 不要管我, 在这之后, 夏宇的手机又关机了, 大家都预感到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 又继续寻找, 柳月反复地给李洪坤打电话, 让他到夏家来, 因为柳月认为, 这一切, 应该都跟李洪坤脱不了堪戏, 一直打了十多次李洪坤, 终于过来了, 夏宇的亲属, 包括柳月, 都问李洪坤, 昨晚上你跟夏宇在哪儿谈的, 李洪坤说, 他们在小区健身场地旁边的椅子上, 谈了大约半个小时, 他就一个人从大门出去了, 不知道夏宇去了哪, 为证明自己的清白, 李洪坤还主动提出来, 你们要不去看小区大门口的监控录像, 我没骗你们, 上午11点左右, 小区物业调出了监控录像, 画面显示, 2月4号晚上11点28分, 下雨, 穿着戴帽子的咖啡色外套, 出了小区大门, 11点34分, 也就是6分钟之后, 他带着穿着紫色羽绒服的李洪坤, 进了大门, 2月5号凌晨, 0点36分, 李洪坤一个人离开了小区, 也就是从近来到走, 中间是一个小时零两分钟, 七八个亲属, 着急地盯着监控画面, 一直从凌晨0点36分的录像, 看到当天凌晨三点的录像, 也没看到下雨的身影, 这时候李洪坤就嚷嚷起来了, 这下你们该相信我没带他出去吧, 真不关我事啊, 这就是说, 下雨没出小区, 也没回家, 却在外面给亲属发短信, 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啊, 你又没出小区, 为什么不回家呢? 到了下午2点左右, 亲属们和柳越, 来到高平区公安分局, 安瀚派出所报案, 因为当时啊, 人员失踪要24小时, 才能立案侦查, 民警呢, 让他们先继续寻找, 警方也帮着找寻, 于是亲属们又在小区各个角落展开地毯时的搜寻, 当天下午3点左右, 人们在这个小区二栋二单元和三栋一单元西北角的健身场地呢, 突然发现了灵性的血迹, 顺着血迹寻找, 很快在二栋二单元楼下墙角呢, 发现了用一张木板盖着的一具尸体, 这么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下雨, 他的脖子已经被割得, 只剩下一点皮肉和喉管相连, 那脑袋恨不得都快掉下来了, 当时大家就哭声一片呢, 高平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接到报案之后立刻赶到现场, 经过初步勘察, 认为李鸿坤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把李鸿坤带到了公安分局进行审讯, 刚一到审讯室, 李鸿坤就立刻交代了杀害下雨的犯罪事实, 原来二月四号晚上, 李鸿坤却找着柳月就是带着刀子去的, 揣着一把蓝色的美工刀, 到顺庆城区又买了两个孔明灯, 却找柳月放灯, 遭到拒绝了, 心里边有气呀, 就飞约下雨当天晚上见面谈判, 俩人在下雨所在小区门口见了面, 又进了小区, 在健身场地旁边的木头椅子上坐下来谈判, 但俩人怎么也说不到一块, 李鸿坤这时候恼怒起来了, 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美工刀, 冷不丁地朝着下雨脖子, 揣就是一刀, 下雨一声惨叫, 捂住脖子向小区正打门方向跑去, 一边跑, 一边喊救命, 李鸿坤担心被人发现, 快速跑到下雨前面拦住去路, 下雨又折过身来, 跑进了花园里, 李鸿坤冲上去, 把下雨扑倒在地上, 下雨拼了命地挣插, 李鸿坤把下雨扳过身来, 这时候下雨手机响了, 李鸿坤更惊慌了, 左手摁住下雨的头部和肩膀, 右手握着美工刀, 下雨, 你走好啊, 大不了, 我陪你一命, 随后连续在下雨左右两侧脖子上割了十几刀, 直到下雨一动不动, 这时候下雨一兜里的手机又响了, 李鸿坤心惊肉跳地掏出来一看, 是柳月打来的, 他赶紧挂断了, 并且把下雨手机揣进了口袋, 随后把下雨尸体拖到楼下的墙角呢, 在附近找了一张旧木板盖住, 急匆匆地出了小区大门, 他怕监控拍到自己, 所以后两次到现场啊, 都是从小区后门进出的, 后门没有监控, 到了大街上, 看下雨手机上有好几条柳月发来的短信, 就用下雨的口吻回了几条, 随后把手机关了, 这时候突然想起来, 还有两个孔明灯落在现场了, 为了避开小区大门的监控摄像头, 他从小区没有摄像头的侧门跟后门进入小区取了灯, 出了小区又打车回到嘉陵区自己的家里, 上床之后睡不着啊, 想到下雨的衣服上可能留下自己的指纹了, 警方会顺藤摸瓜地揪出自己, 于是又从家里找出酒精和食用油, 又打车从后门进入到下雨所在小区, 把酒精和油倒在他尸体上放火焚烧, 烧了一阵, 怕人看见, 又把火灭了, 这才回到家里睡觉, 一觉醒来, 已经是2月5号上午9点多了, 后来柳月不停地给他打电话, 追问他的下落, 又把他叫到了高屏, 他听柳月的口气非常急迫心里害怕, 赶紧把换下来的呆血的裤子, 美工刀, 扔进自家小区对面的垃圾池边上, 后来打开下雨手机, 想稳住柳月和下雨的亲人, 在柳月赛三要求之下, 李鸿坤这才来到下雨家, 虽然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但怎么可能能够逃脱呢? 2012年12月6号, 南冲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李鸿坤死刑, 剥夺政治权力重申, 吕鹏大案即使, 中外遂案实录,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这回啊, 咱们说一个1999年, 三门侠市少校杀妻案, 1999年深秋十月, 玉西三门侠市黄河南岸的小城村, 这天的清晨呢, 天呢, 阴沉沉灰蒙蒙的, 人们都还没起来, 突然, 一个五岁男孩的哭声, 打破了乡村的寂静, 魏家人和邻居听到了哭喊都赶紧过来看, 只见年轻的魏家老三媳妇尹灵, 仰面倒在地上, 身上呢, 缠着电线, 手中捏着灯头, 这颗灯泡已经破碎了, 人早就没气了, 那原本俊俏的脸上啊, 显自满是痛苦的表情, 人顿时慌了, 公公婆婆失声痛哭, 村人呢, 帮助张罗后事, 村支书给远塞数千里之外军营的, 银灵的丈夫打加急的电话, 村治保主任也赶紧向公安局报案, 公安局刑侦警察赶到, 经过仔细的检查, 这屋里边没有财物的损失, 不会是徒财害命, 女方呢, 作风正派, 不会是殷勤奸杀, 家庭和睦也不会因生气自杀, 很可能是因为不慎触电死亡, 三天之后, 少校军官魏同生坐特快列车赶回来, 这位年轻的军官在人们的搀扶下, 走到了临床前边, 抚摸着妻子被电流灼伤的面容, 那眼泪呀, 还就像泉水那么着涌出来, 鼓鼓地就往处冒, 差点都晕在地上, 出殡的这天, 乡民青春出动, 千人排队送葬, 人人泪流满面, 痛苦失声啊, 他们都称赞, 银灵是孝敬公婆善待村人的贤惠媳妇, 含辛茹苦地养活着一家人, 现在呢, 日子好过了, 就要随军到丈夫身边去享福了, 就突然走了, 埋葬了妻子之后, 少校军官来到公安局, 对银灵的死提出了质疑, 他说, 如果是触电慎网, 只能是手握灯头的一处有伤, 而他身上有多处的垫伤, 这怎么解释啊, 很可能是被人杀了, 希望公安局啊, 能够查明真相, 不能让我的妻子含冤而死, 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公安局南局长答应三天之后, 予以明确的答复, 三天之后, 村口的警车呼啸而来, 公安干警赶得卫驾, 少校军官魏同生, 热情地开门迎出, 但是他的双手, 马上就被赠亮的手铐, 给铐住了, 怎么回事, 魏同生还恰作震惊地问, 而公安干警, 出示了拘捕证, 深夜, 小县公安局南局长, 宁政委交付局长等五个领导, 在彻夜地研究侦破方向, 拘捕魏同生的根据, 是银领死前半个月, 解放军通讯兵在村前埋通讯光缆, 他五岁的孩子非非跟着玩耍, 并对那些通讯兵说, 我爸爸也是解放军, 昨天夜里回来, 三点进家, 两点就走了, 这是孩子把这时间给说颠倒了, 也就是呢, 两点进家, 三点就走了, 这话传到了姐姐金灵的耳朵里, 忙问妹妹, 你男人是不是回来过呀? 银领先是否认, 经过一再的追问, 他才承认, 男人确实是出差坐火车路过, 夜里到家短暂地停了一下, 并且告诉他呢, 这是军事秘密, 让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银领死了, 任何人都没往他军官男人身上怀疑, 只有姐姐金灵的心里不宁静, 妹妹曾经告诉他, 那天魏童生回家呀, 是翻墙跳进的院子, 拿刀拨开门栓, 悄悄摸盒进屋的, 银领当时觉得有人, 他就惊醒了, 又觉得脖子上搭着一根电线, 打量手电一照, 啥都没有, 他就觉着是幻觉, 谁知道, 半个月之后, 竟然真就死在了电线上, 妹妹临死的前两天, 还对姐姐流着眼泪说, 姐呀, 我老觉得心里堵得慌, 我大概活不长了, 你要照顾好飞飞, 金灵当时还呵斥他, 你不应该胡思乱想, 哪儿的事啊, 你谁知道, 这话当真就应验了, 公安局根据姐姐金灵反映的情况, 采取果断的措施, 拘捕了魏同胜, 人抓起来之后啊, 棘手的问题接踵而来, 银灵已经死了, 所怀疑的线索无从对证, 就是查出来, 他半个月前回来过, 但这也不是银灵被害的证据啊, 这个有文化, 懂法律, 社会经验丰富的军官, 他既然敢杀害妻子, 就绝不会轻易地供出罪行, 他知道, 那要失去党籍, 军籍, 名誉, 地位, 甚至生命, 根据法律, 拘捕的时间有限, 如果没有证据, 把这个罪犯放骨归山, 那后患无穷, 再抓他可就不容易了, 预审士打来电话, 说对魏同胜进行突审, 他什么都不交代, 只是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们调查吧, 男局长在电话上说, 问他引领死前回没回来过, 他要不承认回来过, 就证明他有鬼, 拿这个作为缺口, 突审, 预审士回话了, 闷了, 他说9月18号晚上出差路过河南, 回家做了短暂的停留, 看来呀, 希望全都寄托在两个侦察员的身上了, 他们这个时候正在南下的列车上, 要到魏同胜所在的部队去查找证据, 在江南某地, 侦察员老河和小王找到解放军某部的保卫科, 要调查两个问题, 第一, 魏同胜在部队里边表现怎么样, 第二, 他在10月14号到17号, 这个日期之间在什么地方, 保卫科通过电话跟组织科后勤处联系, 很快就作出答复, 魏同胜在部队立功受奖, 以优秀干部身份被升为少校军官, 14号到17号, 他亲自出马, 同后勤处司机张某去江西某市采购物资, 这说明罪犯不是魏同胜啊, 他去江西采购了, 他没有作案时间呢, 老何要求见那位司机, 进一步地了解情况, 见到司机, 老何神态严肃地问他, 你要以军人的良性回答我的问题, 魏同胜出差那三天, 是不是始终都跟你在一起? 是, 张某有点吞吞吐吐, 欲言又止, 小王告诉他, 一位君嫂被杀了,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司机张某一听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赶紧说, 哦不, 我们没在一起, 汽车一到城里他就下车了, 他说要上杭州, 上西湖玩几天, 三天之后他见到我, 说他在杭州玩的时候, 碰见王主任了, 只要问起来呢, 就说这三天呢, 我们俩始终在一块, 糊弄一下领导, 省得他挨批评, 他是我领导, 我只能按他说的话说呀, 保卫科现在也觉得问题严重了, 赶紧把案情向师首长报告, 师首长很震惊, 我们的军嫂被人杀了, 凶手很可能是我们的军人, 这支野战部队, 从红军, 八路军到解放军, 无论在国内战场还是抗美援朝, 在立下赫赫战功的同时, 爱护人民那也是出了名的, 这眼下去发生了杀害自己亲人的事, 这还了得了, 部队根据公安干警的要求, 深入进行调查, 终于查清, 在银灵被害前后三天时间里, 谁也没有见到过魏彤生, 他有作案的时间, 调查出魏彤生有作案的时间之后, 下一步就是调查他的作案动机, 获取作案证据, 经师首长批准, 搜查了魏彤生的宿舍, 宿舍干净整洁, 案头的书籍分爱情和侦破两大类, 另外有几部电空书和全国, 还有杭州,上海,南京,徐州, 郑州等大铁路枢纽站的 电车时刻表, 打开锁着的抽屉, 日记里摘抄了很多的爱情诗, 还夹着一张穿连衣裙的姑娘 站在西湖边上的照片, 照片背面提写着, 送给我的情哥哥, 罗莉, 另外还有一本病历, 上边写的是某某部队家属罗花, 这是魏彤生的笔迹, 病例的内容是流产手术, 日期是在银铃被害的两个月之前, 老何和小王砍到了医院的妇产科, 找到做手术的医师, 医师回忆说, 那天是有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来做流产手术, 送她来的是个军人, 中等个, 手术前检查发现, 这姑娘以前至少度过一次胎, 老何向医生递上了罗莉的照片, 说, 做流产手术的是不是她? 医师眯缝着眼端向半天, 因为这是风景照, 人太小不好辨认, 他们就请医师坐车来到某个被俘场, 通过窗户观察正在车间工作的罗莉, 医师一看马上就否定了, 说, 不是她, 你再仔细看看, 医师又辨认了一番, 还是摇透, 这下老何也沉不住气了, 时间过去五天了, 局领导电令他们迅速针破, 取得凶手的罪证, 可眼下又断线了, 他们决定直接找罗莉查问, 带师保卫科, 罗莉坠坠不安地望着两棵公安干警, 干警问她, 你认识魏同胜吗? 认识, 请说出你们的关系, 这姑娘啊, 脸红了, 垂下头部说话了, 老何给这姑娘倒了杯茶水, 以长者那种慈祥的神态, 向她讲明政策, 让她协助公安部门办案, 姑娘被打动了, 她羞涩加着悔恨地说, 我抢, 我全讲, 她说, 她跟魏同生认识有五年了, 那时候呢, 她刚从学校出来才十七岁, 单纯幼稚, 抱着一种崇拜英雄的心情, 跟魏同生建立的友谊, 全家人呢, 都带魏同生像亲人一般, 后来交往得密切了, 魏同生对她的热情有点过分, 单独在一块的时候, 她总爱聊一些爱情的话题, 有意无意地靠近人姑娘, 还经常用脸碰她的头发, 碰她的脸, 用手肘碰她的胸部, 当时这小姑娘还想, 这军官又年轻又优秀又英俊, 要能跟她结成伴侣, 也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魏同生从来没提过她的妻子, 这姑娘以为她没老婆, 都跟她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是从来没发生过性关系, 后来呢, 魏同生的妻子来部队看她, 罗莉就发现, 她的妻子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性, 她觉得自己对不起那样的军嫂, 决定和魏同生彻底断绝关系, 后来呢, 又认识了一位未婚的军官, 她就跟那个军官结了婚, 小王听着听着, 已经失去了继续记录的兴趣, 不管真假, 引起魏同生杀妻犯罪的婚外爱情线索, 又中断了, 而老和没放弃, 她非常耐心地说, 我相信你的话, 但现在啊, 军嫂被杀了, 希望你能积极地提供线索, 看看你认识的女人里边有谁, 还有跟她有这个不正当的关系, 罗莉想了想说, 我有个朋友姓罗, 跟她关系也挺亲密的, 但是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 那我可不知道, 小王已经高兴坏了, 又有个姓罗的女人出现了, 案件又有了新的线索, 公安局领导接到老和和小王的侦查报告, 查明魏同生可当地女青年罗某长期拼居, 几次向部队请探亲假, 却同罗某以夫妻名义外出旅游, 在罗某的家中, 查出魏同生送她的空调踩电等高档的家电用品, 然而呢, 这些只能证明他们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不能作为魏同生杀害妻子的直接证据, 看来, 必须集中优势力量, 造成太瞻压顶之事, 迫使作案人交代罪行, 深夜, 公安局看守所五位局领导突审魏同生, 魏同生坐在受审席上, 眼抛浮肿神色憔悴, 席致保养的, 那个白皙丰满的这个面庞啊, 明显地消瘦了, 呈现出灰暗的颜色, 在几道锐利而威严的目光注视下, 他不敢抬头, 垂手, 看着地板, 主审人交付局长, 单刀直入地问, 魏同生, 引领被害前后的十四号到十七号, 这三天, 你在什么地方? 我到杭州玩去了, 跟谁在一起? 求我自己, 你晚上歇在什么地方? 在火车站后车市, 你不是串通张某说, 你到江西出差去了吗? 哎, 那是我游玩的时候没请假, 怕领导批评瞎编的, 那谁知道跟我妻子的死, 这么偶然的巧合了, 是偶然的巧合吗? 请领导调查, 魏同生很会狡辩, 明明有问题, 却让你抓不到把柄, 无从查队, 引领被害前, 你回来过吗? 交付局长转了话题, 回来过, 九月十八号晚上, 我去四川出差购物, 途中下车之后, 跟引领匆匆的见了一面就走了, 真是这样吗? 请领导调查, 既然你是代表部队出差, 没什么穿着便衣啊? 既然你有意探家, 却没给你老婆孩子, 还有老人带点东西, 我们听说, 你平常考虑问题很细心周到啊, 既然你是功名正大回家, 为什么要翻墙跳进院子里边, 拿刀拨开房门? 村里人都知道, 你跟妻子感情很好, 为什么回家之后一夜都不停留? 看见妻子惊醒了, 你马上就走, 都没跟自己的父母兄嫂们见上一面, 你离家这么多年, 你回来的目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看一眼你妻子的睡态吗? 句句话都像重锤一样, 敲得魏同声, 目瞪口呆, 难以自圆其说, 好半天, 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谁, 任务紧迫, 都去军事机密, 交付局长横了一事, 严厉地问他, 出差购物算什么军事机密, 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出差去四川, 更没有战友同情, 是偷着出来从浙江直达河南, 有目的地独来独往, 谎言被揭穿, 魏同声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 非常的狼狈, 你跟罗某的关系, 你必须要交代清楚, 听到这句话, 魏同声大惊失色, 这个致命的打击, 让他速不及防, 失去了应变的能力, 在长时间的审讯和狡辩的对峙中, 他卑鄙龌龊的隐私被暴露, 正人君子那一面被揭破, 颓丧, 羞耻, 绝望, 侥幸, 这些情绪在交织着, 让他再也没法故作镇定了, 他语无伦次, 翻来覆去地说, 哎呀, 银灵对我很好, 我没理由去害他, 吴维领导交换了一下眼光, 宁政委发话了, 旗帜银灵对你好啊, 乡亲们哪个不把你当亲人, 银灵死了, 他们觉得对不起你, 没把君嫂照顾好, 为了减轻你丧鸡的痛苦, 让母岁的孩子有妈照看着, 埋了银灵之后, 乡亲们就合计着把银灵的三妹, 巧玲嫁给你, 这一份心意, 你受得起吗? 自从你有了外遇, 长期不给家里寄钱, 你知道银灵在家里过的是啥日子吗? 公婆有病, 他要伺候照看, 没钱买药, 他就彻夜做鞋, 拿到集市上卖, 家里困难的, 经常连盐和抹面的钱都没有, 都这样, 他还得维护你的声誉, 有困难从来不向别人说, 你呢, 你带着罗某到杭州玩, 一天一花就是几百块, 你长期不在家, 人家银灵对你感情忠贞, 把爱全都倾注到了孩子身上, 魅胖了孩子, 恶受了自己, 还识识地给孩子说, 这爸爸怎么怎么好, 让孩子长大了像爸爸那样, 当解放军, 保卫祖国, 魏同生用手掌捂住了脸, 泪水从指缝中间流了出来, 宁政委提高了声调, 他说, 魏同生, 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人性, 还有军人男子汉的骨气, 还念及夫妻的恩爱情义, 你就开诚布公地把真相说出来, 让银灵的冤魂在九泉之下, 也能有个安息, 魏同生猛地抬起头来, 神情激动, 他说, 我, 五位居领导眼前一亮, 他们等着受审者坦白, 破料, 魏同生却把道嘴边的话又咽了回气, 他低声说, 我偷发昏, 心里乱得很, 让我考虑考虑, 交付局长的本意, 是要将圣勇追穷扣, 不给对方喘息拖延的机会, 男局长担心这样的, 会把对方逼急了, 封死了口, 他就示意, 把他先带下去, 第二天的晚上, 继续审讯, 审讯的人员当中, 多了魏同生所在部队的保卫科干部, 他们是白天跟行政干警老和小王, 坐飞机在转车赶到的, 军地双方对案情持有不太相同的看法, 公安局认为魏同生是杀其凶手, 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保卫科的干部认为, 魏同生确实在经济和男女作风上, 有严重的问题, 但还不至于残酷到杀害自己的妻子, 这回啊, 如果公安局审讯不出, 魏同生是确切的罪犯, 那部队保卫科就会把魏同生带回部队, 给予相关的处分, 魏同生昂首坐在受审席上, 嘴唇紧闭,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和昨晚后来的那个, 窘状大相径听, 五位局领导目光锐利地盯着他, 被盯视者呢也不避视, 也盯视着审讯者, 气氛就这样, 骤然地紧张起来, 魏同生,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没什么可说的, 对银灵的死, 一切都无从说起, 真的是这样吗? 魏同生沉默, 你第一次长途奔袭, 偷着跑回来, 又慌忙地走, 银灵死的前后三天, 你又不在部队, 没有人能证明你在什么地方, 这一切你怎么解释? 魏同生还是沉默,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 保卫科的干部看看手表, 再过一个小时, 审不出结果, 他们就要把魏同生, 带回军营了, 男局长脸色铁青, 目光紧紧地盯着魏同生, 听了老何小王的汇报, 看了他们从魏同生室内搜出来的, 侦探爱情小说, 电弓书籍, 列车时刻表, 和与罗某通奸等有关材料, 综合分析得出结论, 如果凶犯就是眼前的魏同生, 他必然是14号早晨8点离开军营, 达乘汽车一小时之后, 赶到某市的火车站, 登上9点08分开出的一趟列车, 运行9小时27分钟之后, 在当天下午的18点35分到达上海, 然后乘坐19点13分, 上海到青海西宁的直达列车, 这趟列车运行22小时14分钟, 在到达河南三门峡火车站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17点27分了, 等到晚上21点之后, 他从车站悄悄地前回村里, 作案时间是在23点左右, 作案之后, 他还有三个小时能够从容地布置假现场, 然后赶到火车站坐上13号凌晨2点多, 乌鲁木齐直达上海的特快专列, 运行20多个小时之后, 在当天夜里23点19分到达上海, 这个时候, 在另一个站台, 从上海到杭州的一列客车即将开出, 魏同生得赶紧下车飞快地登上这列客车, 到达杭州之后又换乘三五七次客车, 等他回到军营啊, 已经是17号上午10点多钟了, 这次作案总共花了74个小时, 也就是他不在军营的三天零两个小时, 然而作案现场当时被村民们忙于安葬以内破坏了, 如果魏同生不招任就没有证据, 一个小时之后, 你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 男局长逼试着他, 决定炸他一下, 男局长说, 你不要以为自己作案的手段高明, 谁也查不出来, 现在是高科技的时代, 你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当中, 不说别的啊, 连你16号晚上23点19分到达上海, 连车站都顾不上出, 翻过三道站台, 跳上去杭州的3894列车, 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你有什么能忙过我们呢? 美同生的脸一下就变色了, 他非常惊恐地张着嘴, 瞪着迷惑不解的眼睛, 望着审讯者, 他觉得公安人员太神了, 连他活动的细节都知道了, 一定是有监视器给他拍下来了, 到这儿啊, 他的精神防线彻底地崩溃, 现在才领悟到, 什么叫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魏同生, 你打算怎么办? 我, 我交代, 我坦白交代, 寂静的夜, 审讯人员脸身稀气, 纹丝不动, 明听一个罪犯灵魂的供述, 不可否认, 魏同生在军队服役前期啊, 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先后立功入党提干, 他也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姚银玲, 每当在晚会上独唱十五的月亮, 唱到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 也有你的一半的时候, 他都会想起妻子在弟弟耕耘播种收割的那些辛勤的场面, 回到家里, 他还要伺候多病的父母, 照顾幼小的孩子, 每每想到这儿, 他就要流眼泪, 以后, 他被提升为后勤军官, 掌握采购大权, 又经常到地方上联系业务, 来去自由啊, 接触社会也多了, 受部队的纪律约束少了, 守不住一些大老板用金钱美女诱惑, 他渐渐地腐败了, 他经常着便衣, 出军营, 泡赛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和歌舞厅, 他发现世界很大呀, 比妻子美丽的女人多得是, 他的头脑, 渐渐地空虚了, 国家, 人民, 事业都不在了, 军功章被他扔到了床底下, 他每回跟女人睡觉, 还都要列取对方的一根阴毛, 藏在军功章的锦盒里, 经过筛选之后, 他跟年轻漂亮的罗某, 如交似漆地达成了一团, 大把花钱, 让罗某享受着美食华服, 还包苏豪华的房间, 让他长期居住, 妻子银灵给他写信说, 家里的麦子都收了, 爹妈由我照顾, 你安心在部队工作, 你都好几年没探家了, 春节你能不能请假回来一次, 安慰一下老人, 也让飞飞看看爸爸, 飞飞上幼儿园了, 会写字, 他很想你, 做梦都想你, 你抽空回来一趟吧, 他很不耐烦地看着, 揉成一团, 扔到了废纸楼里, 他曾经想过离婚, 但是觉着这条道行不通, 爹妈不通, 村人不通, 战友们更不通, 自己也编不出离婚的理由, 这媳妇多贤贵呀, 于是他就研究 侦破电弓一类的知识, 不是为了干事业, 是为了杀掉他的妻子, 9月18号, 他千里奔波前回家乡, 像贼一样用小刀拨开院门, 拨开屋门, 他捏手捏脚地接好电线插头, 把阴线头用夹子 轻轻地夹在熟睡的妻子的耳唇下边, 然后一狠亲, 咬牙把阳电线朝妻子的身上碰过去, 眉毛电火花, 这时候停电了, 等他收电线的时候, 引领被惊醒了, 打开手电一看, 哎呀, 丈夫回来了, 喜从天降啊, 赶紧披衣下床, 问寒问暖, 还捅炉子给他做饭, 美童圣晃了, 他拔腿就走, 说任务紧急, 只能回来匆忙地见一面, 妻子多想跟丈夫亲热一下啊, 那既然丈夫说忙于公事, 也只好让他走, 他恳求丈夫见二老一面, 瞅孩子一眼, 他赶紧叫孩子, 飞喂, 飞喂你快醒醒, 你看谁回来了, 冷漠的魏童生, 居然没有亲孩子, 就要走, 他更没想到的是, 孩子那句, 我爸爸回来过, 让他的罪行败露, 把他送上了死路, 妻子执意要把丈夫送出家门, 送出村口, 送到火车站前边的大路上, 望着丈夫圆区的背影, 想到丈夫回家一趟, 连口热汤都没喝上, 他心疼得都流下眼泪来了, 二十四天之后的夜里, 魏童生又前回老家, 用小刀拨大门的时候, 给门栓被钉死了, 原来啊, 他大哥发现门栓 有拿刀拨过的痕迹, 就加了铁钉, 他没办法就跳墙进院, 拨开了屋门, 接上电线用电笔一试, 有电, 银灵这时候又醒了, 他说, 哎呀, 你回来了, 正要下炕, 被丈夫抱住压在了身下, 银灵啊, 面热心跳, 羞涩地闭上眼睛等着丈夫, 等半天没动静, 再睁眼一看, 丈夫瞪着一双红眼, 手拿着电线, 朝他伸过来, 伪童生咬着牙, 瞎了毒手, 电火花一闪, 一声惊叫, 银灵身子抽搐, 静挛, 痛苦地挣扎着昏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 银灵缓缓地睁开眼睛, 定定地注视着丈夫, 这泪水从眼睛里边流出来, 他柔声细气地, 给丈夫留下了最后一句话, 再取下好的, 可不要这么心狠啊, 电火花, 再一次在银灵的腹部闪了一下, 云衬的躯体没有再颤动, 他已经走了, 军官呆呆地愣了一刻, 惊恐地退出屋子, 在阴暗的一角, 夺步, 然后颤抖着手, 不止夹现场, 接到乡亲的电话, 他第三次回来, 现场已经成了灵堂, 见到棺材, 他落泪了, 人活着, 嫌弃他不好, 人死了, 念起了他的好处, 昔日夫妻的情爱涌到眼前, 他哭了, 村干部还安慰他, 说, 你能回来, 亲自为银灵送葬, 也算对得起他了, 他摇着头说, 我对不起他, 我永远对不起他, 下葬的那一天, 全村人都出动了, 如雷一般的哭声震撼了他, 父母的哭声也是撕裂人心, 他的儿子飞飞, 抹着眼泪, 被眼镜里闪着仇恨的光, 他说, 爸爸, 你给我买把枪, 我长大了参加解放军, 被妈妈报仇, 听得魏同征心惊肉跳, 无底自拢, 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自己犯下了多么大的罪恶, 军事法庭判处魏同生死刑, 午后让罪犯陈述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掏出身上所有的钱, 交给勘押人员, 让转给他的儿子, 买一把玩具枪, 1999, 三门侠少校杀妻案, 全问问, 好, 这个故事讲完了, 我们接着讲下一个故事, 1974年11月25号8点半, 上海市嘉定县公安局, 接到长征公社派出所的报告, 长征公社五一大队, 七家村生产队的一片小葱田里的, 发现一具男尸, 现场已经被派出所派人保护起来, 请县局马上派人过来, 接到报告之后, 嘉定县公安局刑警队, 立即登上警车赶赴现场, 同时嘉定县公安局打电话, 给上海市公安局要求支援, 因此两个小时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刑警一队的刑警, 也开车赶到了现场,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的几路人马, 开始分头对现场进行勘察, 男尸, 头朝北脚朝南的, 仰面躺在小葱田里, 脸部上覆盖着一只对折的袖套, 上面还用一根约三厘米宽的帆布袋捆绑住, 死者的衣着十分破旧, 上尸盖着的黑色白线条棉衣, 和下尸穿着的长裤都打着很多的补丁, 双脚被一根白色的游泳裤带捆绑住, 并且打了三个死截, 脚上套着袜子, 但左脚的袜子有脱下一点的迹象, 死者的脚跟那儿, 发现一双并排整齐放着的42码破旧解放鞋, 鞋里面垫着用回丝做成的鞋垫, 实体东面约50米, 就是七家村生产队的央棚和猪圈, 南面约65米处是东西走向的金沙江路, 路北侧放着19只不规则的大号水泥管, 距离尸体三米处有一条东西向的田间小路, 小路与金沙江路之间隔着一片不大的菠菜田, 尸体西面约100米处, 就是七家村生产队社员的住房, 北面40米有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河道, 东北面60米也是七家村生产队的住房, 经过现场勘察, 在尸体东侧约20米处, 提取到布纹膝盖压狠三枚, 各距离30厘米左右, 尸体脚步东南方向差不多30厘米处, 提取到了两枚鞋印, 但是那是那种断了片的鞋印, 尸体正南四米的田间小路和菠菜田里, 发现两行明显的被脚踩踏的痕迹, 离尸体20米处有一块面积约两平米的菠菜被压倒, 在这提取到粗杀手套一只, 菠菜地西侧边上有一片被踩滑的痕迹, 从田旗边一直滑到田沟里, 在手套东南方向约70厘米处, 提取到一小块不完整的掌纹, 手套东北角40厘米处, 提取到一枚不完整的塑料鞋花纹鞋印, 在菠菜田和金沙江路之间, 有一条东西向的出水沟, 水沟左右依稀有彩踏和滑彩的痕迹, 水沟南侧的一棵柳树和大水泥管之间的部位, 提取到铁丝制成的长方形菜框一只, 和直径70厘米的两只铝制水桶, 法医尸检表明, 死者左眼角有一块方正两厘米左右, 呈青紫色的皮下血重, 头颈两侧有明显的恶掐痕迹, 死者的双手呈捏拳状并向上弯曲, 现场勘察和尸检结果一致认为, 这是一起恶性凶杀案, 最先发现尸体的是十多名七家村生产队女社员, 他们是在去地里干活的路上发现了尸体, 起初还以为是哪家的酒鬼男人喝醉酒躺那儿了, 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一个死人, 吓得他们四散而逃, 好半天才想到去公社派出所报案, 经现场群众辨认, 死者是十年四十二岁的上海冶金局第二机修厂食堂采购员, 赵文富, 由于他经常要去菜市场采购副食品, 案发地点的小路是他的必经之路, 所以附近很多人都认识他, 根据第二机修厂党支部副书记王培生说, 赵文富性格随和与世无争, 从来没有人和他有过什么值得一提的矛盾, 所以对赵文富的遇害觉得不可思议, 根据熟悉赵文富的机修厂同事回忆, 赵文富只要出去采购, 就必然头戴一顶旧式灰色卡其军变帽, 穿着一件比较新的棉大衣工作服, 里面还得穿一件咖啡色的, 蝶领元宝珍花纹毛衣, 穿一双蓝色帆布面胶底工作鞋, 骑上一辆黑色的28寸自行车, 此外啊, 它还有两样东西从不离身, 一件是一块上海牌1524形平面全钢防震手表, 另一件是一只钻石牌气体打火机, 现在这些物件一件都没出现在赵文富尸体边上或者说是附近, 可以确定是被抢走了, 另外第二机修厂的人确认, 那架长方形铁丝菜筐和两个驴桶都是机修厂食堂的物件, 是赵文富出去采买食品时候必带的, 但是赵文富尸体上身穿的那件破棉袄和脚边的那双破解放鞋根本就不是他的东西, 由此警方对案件发生过程有了初步的刻画, 赵文富在清晨四点或者五点带着一个菜筐两个驴桶, 汽车出现采买食材, 当他途经七家村生产队的小葱田时, 突然遭遇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凶手袭击, 经过短暂的搏斗之后, 赵文富寡不敌众, 被凶手捆绑并且被杀害, 随后凶手扒下了他的棉大衣、毛衣和鞋子, 并且把自己的破棉袄和破鞋子放在尸体的身上和脚前边, 随后抢走了他的手表打火机之后, 骑着他的自行车逃离现场, 当时出现场的侦察员里, 有江南神探端木洪玉的两个得意门生, 张生华和裘里婷, 张生华呀, 擅长现场勘察和案件分析, 裘里婷呢, 擅长围追堵截和涉网抓捕, 再加上一个善于预审的古再昆, 三个人各取所长的, 把端木洪玉这辈子的本领啊, 学了一个通透, 成为由江南神探亲自调教出来的, 上海公安新一代的刑侦三检客, 然而, 此时的端木洪玉, 正因为历史问题而靠边站呢, 和一大批上海市公安局的老一被破案高手, 被逐出了公安局的大门, 下放到了各个厂矿企业或者农村, 接受贫下供农再教育, 而夺权的造反派, 又是一帮毫无经验的半评诉, 于是呢, 就导致这一时期上海市公安局的破案率, 和破案质量直线下降, 在这种青黄不揭的情况之下, 一线破案的重任, 就被迫提前压在了, 以张生华, 求李婷这样的年轻侦察员的头上, 张生华认为, 凶手把袖套覆盖在赵文夫的脸上, 又把破解放鞋放在赵文夫的脚边, 而且鞋头是朝南放着的, 说明凶手很迷心, 文化程度肯定不高, 因为在江浙户农村的老化, 确实有拿东西, 盖住死人的面部, 死人变成鬼, 就认不出谁是谁, 鞋头朝哪, 死人变成鬼穿上这鞋, 就会朝哪走, 而永远不会追到活人之类的说法, 这种情况呢, 一般都是心怀鬼胎的人, 越不想让死人往哪走, 都会故意把鞋头放在和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 所以张生华判断, 凶手的逃跑方向应该是往北, 而且凶手啊, 应该都不是在上海市区住, 他的这个判断, 在现场勘插了自行车车折验之后, 被采纳了, 因为自行车车折的离去方向正好是北边, 接下来, 张生华和邱里婷两个人, 拿着原本盖在赵文甫身上的那件破棉袄, 和脚片的那双解放鞋, 仔细地观察, 结果在这件脏兮兮的破棉袄中, 收集到了39粒稻谷, 在解放鞋里呢, 收集了一些泥土, 随后张生华建议, 把这件棉袄和鞋子, 送交相关权威技术部门, 仔细检验鉴定, 尤其是棉衣里发现的稻谷, 和鞋里发现的泥土, 要重点检测, 或许线索就藏在里边呢, 别看张生华年轻, 但因为他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刑侦部门里, 少有的具有实际破案经验的人, 所以他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 破棉袄里的棉绪, 经过上海市纺织原料公司鉴定, 部署于交线的自留棉, 比较接近于市区的棉房厂, 高档杀织精输下来的精输落棉, 一般用于仿中低档的杀织, 纺织原料公司只在1973年11月到1974年2月, 在供应市场续棉成分里, 少量打用过这种续棉, 破棉袄的布料, 经过上海纺织局印染公司和织布公司技术人员鉴定之后, 一致认为这部是江苏苏州, 长熟, 太苍, 南通等小型城镇的织布厂生产的, 部署于上海产品, 生产年份至少有20年, 这个结论确定了案犯应该不是上海人, 大概率来自江苏, 苏州, 长熟, 太苍, 南通等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39例稻谷被送到上海市农科院所属的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由该所牵线联系到了江苏省农业科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全国著名稻谷研究专家陈永康, 由他亲自见境之后得出结论, 这些稻谷来自江苏省李夏河地区, 具体范围是以兴化县为中心, 包括泰县, 江都, 高游, 如东, 宝应, 东台, 延城, 建湖, 大峰, 富宁, 如高等部分地区, 这些地区的稻谷收割期以在10月左右, 这个时候收割要穿棉衣, 解放鞋里的土样, 被送到南京中国科学院, 南京土壤研究所鉴定, 结论是土样最大可能来自立夏河地区, 当四分鉴定结果传回来之后, 凶手所在的大致范围基本上就划定出来了, 极有可能是江苏省立夏河地区的农民, 在两个月前还去过打鼓场劳动, 所以在棉衣里留下了稻谷, 并且立夏河地区一带, 迷信色彩十分浓厚, 很多农民至今依然笃性鬼神, 于是警方把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立夏河地区, 12月10号, 向江苏省公安厅李夏河地区公安处发出协查通报, 接报之后的李夏河地区各级公安机关迅速部署, 罚动群众积极检举揭发提供线索, 很快就搜集到了大量群众反馈上来的线索, 可惜经过核实都被一一排除了。 12月14号, 建湖县公安局突然接到来自卢沟公社派出所的电话, 卢沟公社大兴大队12队的群众反映, 本队青年农民陈小宝身上穿的棉衣和跑鞋, 与上海市公安局协查通报上提到的破棉衣和破旧解放鞋机位相似。 对此, 建湖县公安局立即指示卢沟公社派出所, 密切注意陈小宝的动向, 立即对陈小宝立案调查。 然而, 卢沟公社派出所经核实, 陈小宝早在两个月前就因为偷窃生产队的鸭子打牙计而畏罪潜逃, 至今一直未归。 县局接到报告之后, 认为陈小宝不可能跑远, 于是命令卢沟公社派出所和临近的几个公社派出所, 立即发动群众治安积极分子暗中查访。 果然陈小宝没有走远。 12月17号, 由治安汇报说, 在唐桥公社陈行二队, 看到陈小宝带着表弟下电友, 鬼鬼祟祟的进了社员蒋小弟家, 半个小时之后呢, 又悄悄离开了。 此时, 陈小宝身上的破棉衣和脚上的破旧解放鞋都没有了。 这个下电友啊, 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啊, 他是陈小宝的表弟, 他妈妈呢, 是陈小宝的亲姑姑, 从小生长在剑湖农村, 因为父母都是传民, 所以11岁那年跟着父母到了上海浦东, 定居在船上, 连小学都是在船上小学念的。 1970年, 插队落户到了安徽淮北农村, 由于他的祖母, 许多叔伯亲戚都还住在剑湖, 所以下电友不愿意在淮北安心插队, 而是三天两头的往剑湖老家跑, 一回来就跟表哥陈小宝混在一起, 搞点小偷小摸的勾当。 收到这条线索之后, 剑湖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同志, 认为陈小宝和下电友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呢,立即联系上海方面汇报了他们所掌握的情况。 上海警方立即派人摸清了下电友在上海的住址, 并且报请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同意, 对下电友和陈小宝在上海的几个可能的落脚点尽兴不空。 随后, 剑湖县公安局派人秘密来到蒋小弟家, 经过反复工作, 蒋小弟承认, 12月17号, 陈小宝和下电友确实来过他家。 进屋之后, 下电友就从怀里拿出一块新的上海牌全钢防震手表, 表示愿意低价出让给他。 蒋小弟对这块表啊, 爱不释手, 但又一时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于是双方经过反复商量, 最终达成一致。 表呢, 暂时留在蒋小弟家, 等蒋小弟凑足了买表的钱之后, 再把钱给下电友。 随后他们俩人也不多留, 就此告辞。 根据蒋小弟交出的那块手表, 建湖县公安局刑警队的同志们几乎可以确认, 这一块戴着履带式表链的手表, 就是上海市公安局发来的协查通报上的那块上海牌1524型平面全钢防震手表。 1975年1月7号, 收到建湖县公安局发来的最新消息之后,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收网。 1975年1月8号, 抓捕组由球里亭带队在夏电友的住处, 将夏电友捉拿归案, 并且当场缴获了自行车、 打火机、 旧军变帽、 铁扣牛皮皮带等, 从赵文复身上抢到的物品。 经过谷在坤两天的图审, 夏电友承认他伙同陈小宝抢劫杀害赵文复的犯罪事实, 并且供出了陈小宝的藏身之处。 1月11号, 球里亭带罪, 直扑夏电友交代的陈小宝住处。 陈小宝束手就擒, 盯场缴获赵文复的工作服, 咖啡色绒线衫, 米色细绒背心, 鞋子, 部分现金以及粮票、 副食品券等赃物。 面对谷在坤的审问, 陈小宝也对自己所犯罪情供人不讳。 据两人交代, 陈小宝和夏电友, 1974年11月24号晚, 流窜到嘉定县长征公社五一大队七家村生产队, 选择金沙江路边的一间央棚作为落脚点, 并且伺机拦路抢劫。 11月25号凌晨4点, 赵文复七的自行车从蔡家桥处迎面而来, 陈小宝和夏电友立即迎上前去拉住自行车, 把赵文复拖到路边。 夏电友把自行车推到路北边的大水泥桶旁边就靠那儿了, 随后呢就跟陈小宝一起连推带拖地把赵文复弄到菠菜田中间, 结果夏电友这时候脚下一滑, 三个人一起摔倒在菠菜田里, 压倒了一大片菠菜。 俩人重新爬起来之后, 又把赵文复推到菠菜田北边的小路上。 夏电友要求赵文复把身上的衣服脱光, 赵文复表示拒绝, 结果左眼角被夏电友狠狠打了一拳。 无奈之下,赵文复只好脱下了外衣、毛衣、容背心、手表、外裤和鞋子。 此时陈小宝突然扑上去掐住赵文复的喉咙, 夏电友则解下自己的白色窄帆布裤带, 捆住赵文复的双脚不让他挣扎。 最终赵文复被两人残忍杀害。 赵文复死后, 迷信的这俩人就把赵文复的尸体放到头北脚南的位置, 然后夏电友用自己的一只袖套蒙住赵文复的脸, 又用赵文复衬裤的裤带把袖套捆扎住。 陈小宝则用自己的破棉藕裹住赵文复的上身, 把自己的破解放鞋放到赵文复的脚前, 把鞋头朝向正南。 最后陈小宝匆忙穿上赵文复的衣服裤子和鞋子, 俩人登上赵文复的自行车, 掏之夭夭。 至此,嘉定县1125抢劫杀人案, 经过上海市公安局47天的侦办后宣告破案。 杀人凶犯陈小宝和夏电友, 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执行抢决。 在本案的侦办过程之中, 端木洪裕的三个得意嫡子张生华、 邱里婷和古在昆, 配合默契,出路锋芒。 当时还在上海橡胶厂下放劳动的端木洪裕, 听说这起案子之后, 平时不苟言笑的老神探, 难得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大案即时二领而三,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1950年, 秋天的一天, 辽西省复新县, 宝珠营子村民兵巡逻归来之后, 正坐在村委大院修行, 跟着村公安委员韩广田, 去另一个方向巡逻的一个民兵, 风风火火地跑进了大院,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快,快, 老李头家出事了, 老韩让我来招呼你们。 于是, 几个刚歇下来没多久的民兵, 拿起九九式步枪, 往李春生的家里边就跑, 跑到的时候, 发现正房的外屋停着一口棺材, 院子里边一个女人正抡着铁锹, 一个男人举着扁担, 正向公安委员韩广田打去, 男的是李春生的侄子李玉山, 女的呢, 则是李春生独子李玉田的媳妇赵贵之。 住手, 反了你们了, 干打公安委员的, 见民兵们手中的九九式步枪, 李玉山和赵贵之顿时吓得放下了手里的家伙事, 韩广田一挥手下令道, 把他们绑起来, 那时候, 那口棺材里突然发出了微弱的声响, 广田, 救救我啊呀, 这一声, 把正在捆绑李玉山和赵贵之的民兵吓坏了, 韩广田大声呵斥, 怕什么呀, 是人, 不是鬼, 说着, 操起一把斧子, 向那口棺材直奔而去, 一阵劈砍, 把棺材盖子劈开, 推到一边, 一个满头是血的人, 刚支起身子, 把脑袋露出棺材来, 就又体力不支地光当一下子倒了下去, 一个民兵好奇地问韩广田, 死了, 当天下午还见到李春生生龙火虎的上山打柴, 怎么晚上就死了呀, 这背后肯定有问题, 于是转过头, 低声吩咐跟着他的民兵, 我去牢里头家看看, 一家有事儿大家帮忙的, 你回去看看, 没事儿的, 都叫他们来帮助忙活忙活, 民兵明白过来了, 知道韩广田是让他回村委叫人, 于是转身就跑开了, 韩广田随后打不留心地走进了李春生家的院子, 此时李玉山也不去找车了, 反而跟着进了院子, 刚进院子, 韩广田就发现李玉山的老婆赵桂枝, 拿着一把铁锹急匆匆地往屋里走, 而李春生的独子李玉田, 则站在棺材旁边呆若木鸡, 老爹死了也不豪丧也不磕头, 就这么直愣愣地跟个木头庄子似的处在棺材边上, 看见韩广田进来, 李玉田才回过时, 刚想开口说话就被老婆赵桂枝抢了话头, 啊, 韩广田来了, 你看, 这忙得我忘了给你报丧了, 老爷子昨天晚上得了疾病, 还没来得及请郎中就死了, 你敬给我胡邹, 昨天我看老爷子还好好的, 今天下午还看他上山搂柴呢, 什么时候得疾病啊, 你个婆娘, 在蒙我吧, 赵桂枝被他这么一噎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正在找此狡辩唐色呢, 忽然棺材里边传出了沉闷的喊声, 是广田吗, 我没事, 快救我出去啊, 这一下子, 把赵桂枝和李玉山吓坏了, 在片刻震惊之后, 赵桂枝抄起铁锹, 李玉山抄起扁弹, 冲向韩广田, 准备杀人灭口, 正巧, 被赶来增援的民兵撞了一个正着, 此时, 李玉山和赵桂枝已经被绑成了两个大粽子, 李春生也被韩广田从棺材里边搀扶出来, 刚站稳了, 看见还戳在棺材边上的儿子李玉田, 这李春生气不打一处来, 冲上下一脚把他踹翻了, 不成气的东西啊, 你爹我都成这样了, 你还这样, 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个畜生啊, 说着, 李春生还想再踹第二脚, 韩广田跟一个民兵一左一右把他拉住, 老爷子顺顺气, 玉田啥呀, 大家都知道, 干不出那种忤逆的事情, 您给我说说, 怎么就进了棺材了, 哎, 我吃亏就吃宰, 没打狼的狠心上了, 李春生懊恼地捶了一下腿, 开始向韩广田他们讲述起事情的经过, 李春生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才有了李玉田这个儿子, 自然是疼爱有加, 李玉田成年之后, 因为性格木嫩, 不好说媳妇, 李春生为了尽快抱孙子, 到处脱亲拜友, 终于在1944年给儿子说了一门亲事, 花了一大笔彩礼欠, 把儿媳妇赵贵之日抬进了门, 原本以为儿子成家立业, 这日子就能好起来, 但没想到坏就坏在这儿媳妇赵贵之身上了, 赵贵之性格泼辣, 并且很放荡, 看不上老实芭蕉的李玉田, 进门之后啊可就大闹了一阵子, 李春生想到儿子好不容易娶了媳妇, 一再忍让, 甚至把整个家都让赵贵之来做主, 对赵贵之跟谁来往这事也不敢多问, 赵贵之认为自己既然能在家里这说了算, 又能和外边的野汉子半公开的往来, 反而对这种自由的生活呀产生了满足感, 也不闹了, 还给李玉田生了个儿子, 1945年初, 赵贵之跟一个姓杨的道士勾搭上了, 在这阳道士的点化之下, 加入了反动会道门, 明佛道, 并且呀, 获得了九位的地位, 九位在他们这个反动会道门里边算是二把手, 打那儿以后, 赵贵之就四处宣传自己有先缘, 使香菇附体在家里摆起了香糖向村民布道, 很多村民因为愚昧无知, 也信起了明佛道, 从此李春生的家可就成了明佛道的香糖了, 前来烧香的道众络绎不绝, 赵贵之还以香菇的名义向村民们强收道费, 连李玉田都在赵贵之的逼迫之下入了道, 彻底沦为赵贵之的傀儡任其百步, 赵贵之说让他往东, 他绝不敢往西, 李春生看在眼里心里边是懊悔不已呀, 这个家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但是这明佛道势力太大, 他又不敢反抗, 只能躲开, 每天不是上山去打柴, 就是待在干儿子家里边, 哀叹自己命运不济, 老了老了反而不省心, 此后赵贵之嫌杨道士年老体衰, 又勾搭上了李春生的侄子李玉山, 李玉山这个人流氓出身, 日本人投降之后他当上了土匪, 在匪首二老虎手下当散荡家的, 二老虎匪帮被解放军剿灭之后, 李玉山侥幸躲过了清算, 带着他当土匪时攒下的黑财, 回到了宝珠营子村, 见赵贵之的买卖红货, 比他当土匪都来钱呢, 于是俩人很快勾搭在了一起, 李玉山摇身一变, 从土匪变成了明佛道的柄子, 也就是三把手, 跟赵贵之狼狈为贱, 鱼肉相礼, 1949年春, 复兴土墨特左旗联合政府, 颁布了取缔反动会道门的法令, 勒令辖区内的所有会道门道徒, 限期向公安机关登记并且退道, 因此赵贵之和李玉山瞬间就成了官杆司令了, 眼见支撑不下去, 也只好装作洗手不干登了计, 可俩人并不死心, 还做着所谓的保真主见佛国的美梦呢, 暂时折服下来, 打算呢, 等风头过去之后, 东山再起, 1950年夏天, 赵贵之认为风头已经过去了, 又开始暗暗地摆起了香糖, 又招来一群大小道徒, 笼络了一批受毒害比较深的信众, 秘密在家里集会, 要恢复明佛道, 李春生老人刚消停一年的安生日子啊, 又没有了, 这一天呢, 李春生碰巧想回家看看, 隔着门缝, 望见屋里挤满了人, 正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寇大礼呢, 还听见有人神神叨叨地喊, 三载霸难, 躲过大劫, 白羊转世, 天下大乱, 李春生一下子就火了, 直接闯了进去, 指着满屋子正在叩头的汇道门信众, 以及李玉山, 赵桂枝等人大骂, 你们半夜三惊的, 点灯熬游的干什么呀, 李玉山, 你们在男男女女胡扯羊皮鬼鬼叨叨的, 我可要报告给村看不治你们, 老家伙, 你不信就不信, 你吵什么呀, 我看你不愿意活了, 赵桂枝尖着嗓子回骂的, 你们打也打不过天阙, 这是我的家, 为啥不许我抄抄啊, 你们在装身弄鬼, 我就去告诉干部去, 李春生说完了转世就出了屋, 往村委会方向走, 但走到半道上, 担心家丑外扬, 也担心牵连到自己的亲生儿子李玉田, 于是压下火气, 又躲到自己干儿子家去了, 此后几天呢, 李春生一直卧病在床, 干儿子回家告诉他, 这几天赵桂枝一直在街上宣扬, 老里头杨寿快到了, 还有人看到赵桂枝, 正找人给李春生做寿衣, 不过李春生也没放在心上, 觉得自己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 对于寿中正寝, 也有了思想准备了, 可没了到, 这是赵桂枝正准备整死自己, 案发当天, 李春生打柴之后回家, 此时天已经黑了, 当他进屋之后, 看见炕上啊, 摆着寿衣, 屋子里边坐着好几个人, 好像正在等他似的, 赵桂枝和李玉山, 见李春生进屋, 就满脸傻气地说, 把衣服换上, 你的寿路到头了, 没等李春生答话, 李玉山就扑了上来, 把李春生紧紧抱住, 赵桂枝指挥一群徒子徒孙, 一拥而上, 要把寿衣硬套在李春生身上, 李春生拼了命地挣扎, 寿衣套不上去, 李玉山见兽衣穿不上, 就指使人直接把李春生抬起来往棺材里边装, 李春生挣扎得更拼命了, 咋是啊, 快打呀, 赵桂枝喊着, 扑向李春生一顿拳打脚踢, 在场的人呢, 也不问青红皂白对着李春生, 就是一顿殴打, 李春生瞬间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遍体鳞伤, 最后头上挨了赵桂枝一铁锹, 浑死了过去, 见父亲被装进了棺材, 李玉田心里边不忍呢, 大哭起来, 赵桂枝这时候指着李玉田的鼻子打骂, 他是武殿严军侠借, 他不死, 你儿子中不了状怨, 你还哭, 骂完了, 伸手甩了李玉田一个大嘴巴子, 此时, 李玉山已经在棺材盖上钉了几个大钉子, 然后就出去找车耸病, 准备连夜把李春生给埋了, 结果刚出门, 就遇到了韩广田, 李春生侥幸, 逃得一条性命, 经过审讯, 赵桂枝和李玉山承认, 是在李春生撞见他们做到, 威胁要去报告干部之后起了杀心, 李玉山认为, 老家伙以前不管, 怎么现在闹起来呀, 会不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呀, 赵桂枝就认为, 有这老头子在, 咱们两个就好不了, 一不做二不休, 来他一个毒的, 然后呢, 随后几天按他俩四处散步, 李春生杨寿快要到了的消息, 然后布置那些死忠粉, 准备好棺材兽衣, 以及铁桥等凶器, 只等哪天李春生回家, 就把他做掉, 韩广田, 火速把李玉山和赵桂枝的交代, 上报给复兴县公安局, 复兴县公安局, 立即出动警力和民兵, 根据李玉山和赵桂枝的交代, 广三昂把复兴地区的反动会道门组织, 明佛道十几个乡堂一网打尽, 抓获了包括杨道士, 赵桂枝, 李玉山在内的骨干分子三十余人, 中小道头八十余人, 收容和遣散道众上千人, 取得了一场针对反动会道门组织的完胜, 宝珠影子村公安委员韩广田等一批优秀的基层公安人员, 也获得了省政府的嘉奖, 大案即时二领而三,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 好,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观看和订阅, 我们明天见。